感谢主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好让我们透过祷告与祂亲近 祷告是我们跟主连结的美好时刻 当我们用诚实与心灵向主祷告时 我们的主就仿佛来到我们的面前 除了跟主建立连结 主也希望我们透过祷告与祂同工 透过祷告来成就祂的旨意 并成为祂人的祝福 我们的教会为了成就如此美好的意象 因此推动了中保代祷的施工 参加中保代祷事工这段时间以来 我常常觉得我所领受的远远大于我所付出的 因为我们的主会在我们为他人祷告之前 先来到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亲近 透过代祷前的敬拜与灵修 总是让我的内心再次得到平安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2020年3月27号星期五 虽然当时教会已经暂停实施实体聚会 但是中保代祷事工仍然持续进行 那时候台湾的疫情尚未如此平稳 加上每天媒体的报导总让我充满不安与担忧 在那天的代祷服事中 我向我们的主祷告呼求 主啊 这是何等的难 我们正迈向天成的这条路是何等的艰难 路上充满了诱惑 苦难与邪恶势力的攻击 主啊 我需要祢的指示 我需要祢所赐的信心与力量 来带领我走完这条天路 当我向主祷告完之后 我便开始透过祷告式的荒漠甘泉来灵修 没有想到我们的主立刻回应了我刚刚的呼求 书上的字鲜明地写着 纯心忍耐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 忽然间我完全明白 主耶稣所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意思 当下的我充满感动 并完全相信 纵使我们在苦难中 我们并不孤单 拥我们的主依然与我们同在 祂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与需求 祂更期待我们透过祷告 与祂亲密的交通 好让我们明白祂的旨意 并领受祂所赐的信心与力量 感谢天父上帝如此怜悯我们 总是成为我们的依靠与帮助 与主单独相处的这般美好 如同向主耶稣领取永不渴的活水 不过饮水总是能软自知 因此诚恳地邀请您 一起加入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 让我们透过服事成为他人的祝福